大家好,这里是皮特汉语,我是郭老师,关注我不迷路 今天我们继续HSK四集阅读第二部分语顺排列的练习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问题 第一道题,我们先来读一遍吧 A,现在只卖30块 B,这种裙子今年非常流行,质量很好 C,价格也不贵,我找一件您试试吧 好,这三个句子,我们想象一下 这话是谁说的呢? 对了,售货员经常说这样的话,对吧 售货员在卖东西的时候,经常这样说 价格不贵,质量好,流行 这是售货员经常说的话 好,我们来看一下三个句子中 哪一个句子呢? 看起来好像都可以 那么我们先从A句开始 只卖30块,卖300块 什么卖300块呢? 是不是他缺一个主语 我们来问一下,什么卖300块 好,继续 这种裙子,流行质量很好 这种裙子,这是不是可以? 这种裙子卖300块 所以A句的主语应该是B句的主语 这种裙子 A,B两个句子,共用一个主语 所以应该是B 这种裙子今年非常流行 质量很好 还有什么呢? 买300块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C句 价格不贵 价格不贵 那么这个价格说的是谁? 是不是就说300块 卖300块 价格贵吗? 价格不贵 是吧? 后边 我找一件您试试吧 把所有的好的方面都说了以后 然后您试试吧 这里的我 我们可以想象是谁? 售货员 您是谁? 顾客 所以这一段花是售货员对顾客说的 我们整理一下 就是 这种裙子今年非常流行 质量很好 现在只卖300块 价格也不贵 我找一件您试试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做的对不对 是对的 好,那么这道题呢 就是 第一是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逻辑关系 把一件商品的优点都说出来 然后 推荐 售货员经常说的话 好,我们继续看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 我们先来读一遍 A 每到秋季随着气温的降低 B 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观看 C 这里有 C 这里许多植物的叶子都会由绿变黄或者变红 好 那么这三个句子 我们来看一下哪个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B 吸引动词 游客前来观看 吸引游客来看 对吧 同样的 什么吸引了游客 我们需要一个主语 我们需要一个主语 什么吸引了游客 A句有没有呢 每到秋季 就是 每到秋季 就是秋天 来了的时候 随着气温的降低 这个句子中根本就没有主语 所以 它不可能是 做B句吸引这个动词的主语 也不可能跟它离得很近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C吧 这里 这里 许多植物的叶子 这个是主语 对吧 叶子会怎么样呢 变黄 变红 叶子变黄变红 是什么时候 对了 秋天 所以 我们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对吧 A 到了秋天 怎么样 叶子 叶子变黄变红 叶子变黄 或者叶子变红 是不是我们就想去看呢 对吧 90 B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 我们发现 就是说B句没有主语 然后我们考虑一下A句和C句 参考一下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明白了 C句 叶子变黄变红 当然是秋天 那么秋天作为一个时间 可以在前边 这是一个条件 到了秋天 叶子变黄变绿 很多人喜欢 当然就去看了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做的对不对 对 A C B 好 你做对了吗 嗯哼 好 我们今天的练习到这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辛苦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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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